非常努力 让我们欢迎张不洋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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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张不洋啊 那个 应该还是有人认识 这些聊存在感 其实我觉得存在感 对我来说 特别重要 真的 因为跟他直接挂钩的 就是挫败感 存在感越低 挫败感就越强 就比如我现在 走在街上 偶尔 也会被人认出来 但是很少被人尊重 有次一个大哥 这么迎面走过来 看着我 哎 哎 说 看过你表演 来 拍个照 不好意思 来 透露不错的 他就走掉了 我当时看着他的背影 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我要红 都不是红成李淡 我想红成马云 因为我能想象 李淡 也可能遭遇 同样的尴尬 但绝对没有人 敢对马云说 看过你演讲 来 拍个照 阿里巴巴不错的 当然确实啊 不红只能怪我自己 人确实是素 没有时尚属性 为了让自己显得酷一点 我去年买了好多 潮流品牌的衣服 对 这就是其中一套 但是 但是穿上之后 我发现 我好看了一点 而衣服 却难看了很多 气质不对 我特别羡慕那种 会蹦低的人 然后在夜店里面 滴着一喊 Are you ready 蹦蹦蹦 我不行 完全不行 因为我不喝酒 所以我蹦的 都是清醒地 滴着一喊 Are you ready 我就蹦蹦蹦蹦蹦 蹦蹦蹦蹦 这是为什么我单身 即使是单身的时候 我在夜店里 从来不敢搭讪 从来不敢搭讪 我没有办法 像很多男性一样 会利用音乐和动作 来演示自己 被拒绝的尴尬 你好 走开 OK 你好 走开 你们知道我有多羡慕 这种后脸皮吗 羡慕 当然 当然又有朋友劝我 又有朋友劝我 去夜店嘛 不一定要搭讪 朋友一起喝喝酒 挺开心的 但是你们知道 在上海 稍微好点的夜店 卡座低销 都要三千块钱 三千块啊 我是真的没有办法 说服自己 只是来喝酒的 你知道三千块钱 能在全家里 喝多少酒吗 可是能让我 全家都喝上酒啊 其实人就是这样 对吧 只要在金钱上 有纠结 根本哭不起来 就我现在的经济能力呢 是这样 就是去过不少奢侈品店 但没买过几件奢侈品 不是买不起 而是要买 就得买在刀刃上 所以每次进去电影 我推荐一些当机新品 我不敢试 不敢试 我怕真的很合适 很尴尬 我觉得很合适 他知道我觉得很合适 我知道 他知道我觉得很合适 但我得硬着头皮说 好像不太合适 我再看看 我再看看 这就是我现在人生中 最大的矛盾 对生活感受很强烈 同时又很不屑 就每次夜深人静 我看到那种新闻 比如NASA 发现一颗新的行星 人类首次拍到黑洞照片 我的思绪就开始飘 说宇宙那么大 银河系算啥 银河系那么大 地球算啥 地球都已经四十五亿年了 我这辈子算啥 不行 从今往后 我一定要自由快乐地活着 这个时候一看手机 我去两点了 睡觉睡觉睡觉 明天还要上班呢 想啥呢我 你们能理解那种矛盾吗 我对宇宙是如此渺小 我对公司却如此重要 有多重要 不去上班就扣我钱 脑子里永远同时存在两个问题 一宇宙为什么那么大 二 今天中午吃点菜 这就是为什么我 又来到了这个节目 我对彻底解决第二个问题 仍然抱有一丝幻想 人生短暂呢 我还是想把我有限的时间 再多留一些 再思考第一个问题上 当然了 谁 又不想了 谢谢大家 好 谢谢薄言 三 二 一 请锁票 还可以啊 大家好 我是郭志豪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职场 我真是太讨厌职场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好像人 一进入职场 他的废话就变得特别的多 你们看过公司的微信群吗 只要领导在里面发一条消息 或者发一个链接 下面就一堆废话 是吧 领导发一个链接 下面 SUTO 鲜花 大拇指 拥抱 还有一些年轻的朋友 嘿哈 有病 这帮人发废话的速度太快了 我怀疑这帮人 根本就没有仔细看过 领导发那个链接 他都没有点进去 我特别害怕有一天 领导在群里发一个 家里亲人的癌症的水滴筹 下面一群人打拇指 嘿哈 我现在也是职场的老油条了 领导发什么东西 我根本就不看 现在群里只要有人发大拇指 我就跟两个大拇指 我就管上 后头发三个大拇指 打你 整个公司没有人说真话 人人都在发大拇指 这公司的企业文化就是 令人发指 我讨厌职场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的工作废话也特别的多 我之前的工作是一个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 主持一档家喻户响的节目 电视购物 有朋友看过电视购物的吗 先来一些老年的朋友吧 电视购物废话太多了 我每天就要产比要说无数句的废话 什么灵者堂 无添加 飞而不逆有回甘 现在看到迟足就入口即化 看到喝到我就欠你这一心皮 你知道 有一次卖冰淇淋 我一上台我直接脱口而出 我说哇 这个冰淇淋真的是入口即化 明早一听都懵了 我说好 你在那扯什么蛋呢 跟那 冰淇淋它不入口也化呀 化在嘴里什么感觉 快来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我说化在嘴里 化在嘴里 气人心皮 可以可以可以 当然其实我也不喜欢说这些老词 是吧 我也要说一些年轻人喜欢的形容词 是吧 比如哇 这个冰淇淋真的是 绝绝子 YYDS 但是不行 因为我们电视购物什么都卖 哪天我卖个慎宝片 您吃完这个保证您绝绝子 因为节目受众的原因呢 我身边已经没有什么年轻的女孩了 我身边都是一些六七十岁的阿姨 那段时间年轻女生对我没有任何的吸引力 我只想做中老年妇女心中的李佳琪 但李佳琪那一套是没有办法让阿姨们下单的 是吧 比如李佳琪会说什么 李佳琪会说 Oh my god 是吧 我就不能用 因为阿姨听不懂 我就给翻译了一下 每一次我想表达感叹的时候 我就会说 阿姨个娘嘞 我的个亲娘嘞 李佳琪还说宝宝们宝宝们 我也不行 我的宝宝都快四世同堂了 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李佳琪是 Oh my god 我的宝宝们 我是阿姨个娘嘞 我的老baby 可能有朋友会纳闷 为什么电视歌舞都这么得浮夸 很简单 卖不出去商品 我们就只能开始演小品 最后一次我们卖了个眼霜 号称一次体拉面容 瞬间紧致 皱纹立刻消失 为了证明真实性呢 我们请来了一位青春亮丽的模特 这个模特呢 是个六十多岁的阿姨 我大胆在旁边 来 朋友们看一下 阿姨脸上这不是有皱纹吗 我们只要用这个眼霜 轻轻地这么一提拉 这个阿姨瞬间心领神会 我当时想和这就是 穿剧变脸了 然后我发现不对 就算你眼睛瞪得再大 你也会累 是吧 那怎么能保持得这么持久 李佳琪就摸了一下 我发现他抹的根本就不是眼霜 他是为了节目效果 在阿姨脸上 抹了半瓶胶水 我说那你这谁提拉 谁紧致啊 是吧 沙皮狗一提拉 柴犬 是吧 又又 曾义一提拉 曾义渴 一月的尾巴流下来 但总说 我也想提拉一下 来 李佳一提拉 不提也罢 节目整整四十分钟 那个阿姨怎么一直被沾 沾得跟个门神似的 全身谁的小眼睛 没有看老师 当时我就说不了 电视直播 我差点笑出声 那个旁边那个搭档 还问我呢 关长浩 你就说这个脸霜 年轻不年轻 我说轻不轻 我说不知道 但年是真的年 谢谢大家 我是关长浩 谢谢 我感觉观众投票会挺高的 谢谢展豪 喜欢展豪的朋友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投票通道关闭 还有最后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锁票 我们暂时先不公布票数 一组三人都演完之后 统一公布 我没拍灯 就是因为你骗我爸 因为我爸真的很喜欢那个 就是看这种 电视购物 对 对 然后买过好多东西 展豪那个工作还在做吗 我没有了 我年初就辞职 回来讲脱口秀了 出于什么考虑 做个这个决定呢 我就想跟年轻人 接触得多一些 他长得特别像 那个阿姨们会喜欢 那个样子 感觉特别机灵 这小朋友 其实我觉得你回去做 做那个直播挺好的 对 因为我感觉 他的这个 这个脱口秀 我感觉这个方向 还是直播的那个方向 热闹啊 他还有快宝呢 他还没讲事啊 其实其实我跟你讲 你的内容特别好 就是你想输出的内容特别好 你要是问我呢 我那没别的建议 就是网络用语 含量过高 嗯 我觉得去去那个 可能能好点 但我还是拍灯了 展豪也离开了我们那么久 有什么信心吗 有什么目标吗 争取赛出风格 赛出水平吗 就是 对 对 对 我们恭喜场合 获得了两个领校园 拍灯 进入等待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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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